艺术家藉由创作打破所谓的梦想 这次的多项空间创作研究成果展 艺术家胡佳慧的作品就是由于军公教年金改革方案 即将实施影响到他退休的生活品质 以此概念作为设计的原点 利用艺术作品来表达政府哪一意孤行 退休金是以工作上职务表现及年资长短来决定的 创作理念是我听个石头会说话 有个年轻的艺术家他讲说石膏螺的故事 石膏螺的故事就是说有年轻人 就是一些隐藏在内心的东西没办法书写 石膏螺它当初是用石膏做成的螺 所以就是声音不能响出来 所以就是有时候知识年轻人要发现一些心中的 政府不能让他们讲所以他们藏在心里头 那我的创作理念来自那个东西 完了由于明年七月那个年金歹革 我妈妈在微波的时候那个碗 我说妈我要做作品 你那个微波碗可不给我 我妈说好好的碗你要干嘛 我说我要打破 因为因为那个我们的我们的这个空间的课 多向境空间的课就是说 把材料解构再组合 这就是多向空间 它有空间还有实 还有立体的还有平面的 这才是算那个作业那我就创作理念就是说 明年18%改了嘛年金改了 我是第一个我也是受害者 那我想50岁退休 选择退休就是说有月退可以用 结果我觉得还可以生活 可是你这样减的话 我大概快少两万块 我可能毕业后 我现在毕业后就要去找工作 我就是把那个我妈那个碗打破以后 往那里面放那个silicon还有胶布贴上去 我在用压克力给它彩绘 彩绘成那个铁饭碗的样子 有秀的感觉 利用灰鞋的艺术作品表达出 他对于年金改革市市个人投资的钱来决定 缴得越多领得越多 投资报酬率与职务高低和工作绩效没有关联 不一定要等到退休的时候才领得到 表达两项根本不能混为一谈 十方新闻 王天伦诚以上 高雄采访报道